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辛玉 如果你想要了解最新最全最火最爆的娱乐资讯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说到综艺,每年各种类型的节目可以算得上是层出不穷 并且大部分在播出期间都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收视率一直遥遥领先 不过要说到最让大家喜爱不已的 那就必须是一些选秀类的节目了 就比如说明日之子,青春有你,创造影等等 有不少学员直接凭借自身实力一炮而红 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圈子中备受观众喜爱的选秀类综艺 那怎么能少得了中国好声音呢 连续播出几集之后,收视率依旧屡创新高 不仅仅所来的学员实力高强 更重要的是就连导师阵容也是十分豪华 目前新一季的好声音已经进入了准备状态 让大家都已激动不已 从网上所传的消息中,我们也不难看出 这次浙江卫视可以算得上是下雪本了 所邀请来的导师都是这个圈子中高人气实力派 不少观众在得知他们是谁后都纷纷表示 等不及,播出熬夜也要追 李健大部分人都已经觉得非常熟悉了 他出道这么多年来,发行的很多专辑都是销量、口碑、双丰收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之前热播的综艺节目《歌手》 李健在这个舞台上可以算得上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几乎每一场演唱都能给我们带来眼前一亮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他本人也直接凭借自身魅力 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圈粉无数如今早已经成为了这个圈子中的当红男歌手 不少观众都觉得这次有他在 一定会为这档综艺节目贡献不少收视率 除此之外,新一季《中国好声音》中还加入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李荣浩 他在这条道路上的发展可以算得上是十分不顺利 独自在外漂泊创作多年之后才凭借李白这首传唱度极高的歌曲走红 人气大增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如今李荣浩的资源可以算得上是十分优越 很多选秀类的节目都常常活跃着他的身影 有效利用自身的专业水平以及经验 为学员提供最好的指导 这次合作李荣可以算得上是悄悄联合 更重要的是他们二人都曾在《中国好声音》中担任导师 实力不容忽视 不过目前具体的导师阵容还未正式官宣 除了他们两人之外 我们大家的老熟人林俊杰以及王力宏也有可能参加这一节目的录制 不少网友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都早已表示已经等不及 看来新一季的好声音是注定收视爆棚 希望在录制结束之后能够尽快定档与我们大家见面